2 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各位亲爱的朋友 身为一个女人 这个会有两个时期的经历 让你觉得实在是很麻烦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生育很强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就怀孕 还有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怎么碰到都不怀孕 看看我们今天的来宾有谁了 1 2 3 吴敦如知名作家 创与艺人高龄怀孕记录 目前怀有双胞胎的宝宝 对于高龄求子的心路历程 感触深刻 陈安怡 娱乐记者 熟知演艺圈的家庭八卦消息 对于女艺人各种求子偏方 和高龄产子内幕 辽若指掌 林慧文副产科医师 对于妇科的疑男杂症之之甚响 解析高龄怀孕的风险 以及子宫软潮病理的专业知识 吴敏珠 钟医师 擅长以针灸 中药教养高龄的女性体质 对于不孕以及求男求女 有不少临床的经验可供说明 黄素新 医药记者 熟知女性妇科疾病 导致不孕的案例 对于国内女性高龄怀孕的趋势 以及不孕求子偏方 有深入观察 1 2 3 我的腰力超大 感觉我好像怀了各位观众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说可以那个 就是一直主持到 我觉得OK 一直要养水破 然后现场把我放生出 上礼拜蓝心梅 还开心的在节目中 分享怀孕心情 先是透露希望能够一举得女 后又承诺要在节目中表演老棒生猪 但蓝心梅的这些愿望都要落空了 把医生的话紧记在心 但再怎么小心 蓝心梅还是敌不过43岁的高龄 19号在部落格上 以大姨妈战胜老大为标题 宣布胚胎因为不健全 所以孩子正是和她说拜拜了 蓝心梅解释 因为老母我的房子比较老旧 要多个老大住 是会比较不习惯 18号晚上 子宫突然剧烈疼痛出血 金金送医后 还是没办法保住小孩 不过坚强的蓝心梅 以辉谐的口吻说 这次还未足50天的老大首战大姨妈 虽然失败了 不过老大随时会再现江湖 想当完整女人 蓝心梅说自己会再接再厉 先养好身体 设法再当一次吗 好 蓝心梅有机会了 因为 棒 不是因为老的不能生的 对不对 那么到底怎样算老了 这个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不会再出现了 熟灵生子 对不对 那也是有机会的 首先要恭喜一下淡如姐 谢谢 不要叫我姐 淡如妹妹 不过差个三个月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好 淡如妹妹 你鼓励了很多人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对不对 你的新闻一出来 可是我也让很多人生气 又有人来骂我说 他们补育那么多年 挣扎那么久 被我说得这么轻松如意 对 有可能 对不对 问一下中西医对不对 有没有最近 因为吴淡如这个怀孕的新闻 觉得又重新燃起希望吗 我自己就是 医护产科医师 在台北市会比较有 有些是再婚 这个会比较有那种 年纪有点四十几岁的 想要再怀孕的 到底医学上怎么界定说是高龄产妇 如果是怀孕的妇女 高龄产妇的话 在台湾满三十四岁 我们就叫高龄产妇 在美国的话是三十五岁 在英国是三十七 法国是三十八 各国的政策不是很一样 不是 各国的子宫不一样吗 为什么会 不是 我们是认为说高龄 我们讲的是高龄产妇 产妇的话就是说你那个 卵子可能发生染色体异常的机会 会比较高一点点 为什么法国你可以到三十八岁 它是你这个国家假如说 你去做阳磨穿刺 可能的风险有这么高 可能的风险是这么高 那你染色体异常的风险 跟它一样高的那个年龄 那因为我们台湾统计 大概是不到百分之一 那我们认为因为这样做的 因为去做阳磨穿刺之后 导致的流产的风险 大概是跟三十四岁的风险差不多 所以我们是订三十四 那美国是三十五 法国三十八 英国三十七 所以各国是看你做完阳磨穿刺之后 导致的那些你的风险 跟你生染色体异常的风险 一样的那个点 像刚刚那个林医师讲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 所以我从去年的年度计划 我感觉我应该是想要怀孕之后 大概去年这个时候吧 我开始立定志向想要怀孕之后 我就去查很多资料才发现说 天呐 四十岁以上染色体异常 十颗卵子可能有七颗以上 你一开始就觉得说我是怎么了 就算你会怀孕 你可能也会流产 所以你知道 阿嬷在说 说二五岁的女孩生的小孩 青菜生的都健康的 都很漂亮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唐氏症的儿童有百分之八十是 那种非高龄产妇生出来的 因为高龄的都筛检掉了 对 因为高龄的都已经筛检掉了 所以生出来的就 高龄的人已经都检查到 那因为那个三十四岁以下 他们只是做筛检 所以他们会有漏网之余被他们生到 真的燃起一线希望了 很多人真的受到这鼓励 而且很多人还要我去问吴淡如 这样子 他排染症到底打了几针 就是人来问 你也是都门庭弱势 是不是这样 我是还好 只是因为淡如这个效应 会激起一些 比如说要调身体的 然后有的会想说 原来这个高龄产妇有这么样的困难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 大概在三十岁左右的 或者是在 他就会布局说 我要调调身体 但还有一些是本来就已经什么 正在进行中的 因为这个事情他会觉得说 更有信心 你看就觉得 鼓舞了很多人 大家也被你要骂 对不对 就是问一下肃清 台湾现在这种不孕症的这种 健保是没有给付对不对 对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都要自费 所以都要自费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淡如姐的效应 本来应该会更强大 主要是因为最近实在经济太不景气 而这个又是一个自费的项目 所以大家其实没有想象中说 什么人潮汹涌都稳 比较多人会倾向去中医调理 因为他们觉得说 可能就抱起一线希望 可以试试看 我们做只该人工 事运也万几千万 对啊 你们那个时候还八年前 最近我个朋友去做 他好像是两三万 然后试管要一二十万 对 试管不一定 好像是我听患者讲 因为他们有的都是做很多次 包括十几次的 所以他会从那个 他要看医生的收费 他要看就是说 你的这个体质状态 你的软的泡的好 如果说软泡不错 打了一剂 好像是几个单位 他就可以渐渐大 那就价钱少 前面那边花的钱比较多 那如果你的 像我们高龄的软泡比较差 他可能用一倍两倍 甚至有 我听到我的患者用到三倍 那你的一个价钱 可能跑到快二十万去了 好